熊孩子回我新车, 反手索赔一千万, 我们续间上级, 我拿着一堆东西回来把它放在后座上面, 老人刚刚好就坐在后面, 此时一眼看到了里面的东西, 眼前直接一亮, 钱? 是的, 我的包包里面还真的就是取了不少的钱, 这至少也是几十万, 那么多袋子并没有拉好, 就那么随意一扔, 如同对袋垃圾一样, 这让老人眼前一亮, 似乎感觉这些钱都将是自己的, 而此时熊孩子也看到了后座多了些东西, 顿时就想伸手去拿, 老人象征性的制止了一下, 熊孩子老实了一点, 然而当看到我, 却是当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时候, 一时间贪欲大齐, 熊孩子的好奇心那可是非常强的, 很快孩子就打开了包包, 看到了里面的钱, 只不过小孩子对于钱是并不感冒的, 随后反而是看到了里面的一些手办, 一时间顿时来了兴趣, 很快就拿了出来进行着把玩, 老人也是一直紧盯着我, 想看一看我的脸色, 当看到我脸色一点变化都没有, 这胆子也是越来越大了, 而正在驾驶着车辆的我, 可是全程都不看后面, 完全不管后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, 这让老人也是更加安心了, 此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些钱, 就是自己的钱, 拿了就拿了, 反正都是赔给自己的, 有了这一个心理提醒, 顿时让他安心多了, 更是将熊孩子玩的手, 半野荡城是我专门买来哄孩子的, 这让他非常心安理得, 哪怕是小孩子再胡闹也不管了, 奶奶, 这个玩具掉了一只腿, 坏了就坏了吧, 别玩了, 在老人看来,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玩具, 坏了就坏了, 这有什么吗, 这本来就是对方来哄自家孩子的, 一时间, 熊孩子看着断了一只腿的高达, 顿时感觉没有了兴趣, 随意扔到了车上, 我心中一笑, 折腾吧, 到时候你们就都得哭了, 而此时医院终于到了, 大娘, 我们走吧, 医院到了, 小伙子, 我刚刚看了, 小孩子也没什么大事, 看你那么好心, 我们就不去医院了, 你就回去吧, 这时我就大方的不计较了, 我听到这一个说法也是笑了, 心中却是一脸冷笑, 拿了我的钱, 现在就想跑路了, 可真是精明了, 心里这么想, 我却并没有透露出这方面的意思, 还是非常认真的劝解着要让孩子看看, 避免孩子出什么问题, 而老人此时哪里愿意, 小孩本来就没事, 如今他们口袋里面可都拿着钱, 此时正准备找一个借口离开, 小伙子, 我刚才就是考验你而已, 孩子真的没事, 这事我不计较了, 就这样算了吧, 我们要走了, 要回家吃饭了, 大娘, 你确定孩子真的没事, 你真不计较了, 随后跟我打了一个招呼, 就带着孩子离开了, 而我看着对方离开的身影, 脸上充满着坏笑, 哼, 走吧, 你这一走, 那可就偷窃行为了, 你不计较, 那我可就计较了, 而此时的我并没有着急报警, 而是正常的回家, 当回到家之后, 去后座拿袋子, 这才是装作发现情况不对劲, 我的钱呢, 怎么少了五十万, 我的限量版手办怎么缺了一只腿, 当发现没有找到之后, 我终于拨通了电话, 喂, 110吗, 我丢失了五十万元现金, 一个价值一千万的高达手办, 也缺了一只腿, 你们快派人过来吧, 很快110赶到之后, 我就认真的坐着笔录, 而我很快就老人跟熊孩子的事情, 给说了出来, 李维认真点点头, 哪怕心里知道是我设计的, 那也不能够怪我啊, 一时间, 治安员们就开始去调查着老人的身份, 以及家在哪里, 而此时, 回到家的老人正乐呵呵的将一打打钱给拿了出来, 这可让他的儿子可吓到了, 妈, 这钱哪来的, 为什么小孩子口袋里也装着钱, 儿子可是吓傻了, 不仅是亲妈口袋里有, 小孩口袋里面也是一打一打, 很快桌子上可就是堆满了钱, 他这么一束, 直接就是五十万, 吓得他脸色都有些不对了, 而老人却是看了一眼没出息的儿子怒骂道, 你怕什么, 这钱可是来的正当, 我大孙子摔了一跤, 这是对方赔偿的钱,